解锁以后 短暗就是开启工作 这边是有一个指示灯 就是非常精致啊 一看的话做工品质是非常高的 一体化机身 IPX7级防水 这个可以干湿两用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小主简兆 今天是520 咱们上新一款这个适合送给男朋友的礼物 虚媒的便携电动剔剧刀 然后这个是双刀片的 金属旋转双刀 比咱们之前收那个大拿还要高级些 大拿的那个是网副式的 比较老式的 全部都是原箱原件 箱中箱 一大箱的话里面是有三小箱 然后每一小箱的话里面是有20台 就是一共的话有60台一大箱 两个颜色 全部都是全新没有拆封的 有这种塑封膜 不管是碎用还是送人 肯定是妥妥的没有任何问题 黄色还有橙色 然后橙色的是这种黑色的盒子 这个显得还高级些是吧 然后黄色的呢是这种黄色的盒子 它都是单独的这种包装 不是那种通用的包装 盒子背面还有一些防尾镖什么的 这个是正八井的东西啊 咱们废话少说 拿办公室 一个颜色拆箱一套 给大家详细的看一下 好我现在两个颜色各拆封了一套 这个全部都有塑封膜啊 正八井全新没有拆封的 然后两个颜色是有黄色还有橙色 看一下大家更喜欢哪个颜色 我个人感觉的话是黄色的更好看一些 然后橙色呢显得高档一些 不过橙色的比较沾指纹 实话实说啊 然后这个包装的话是非常无敌的啊 大家看一下 包装非常好 这种礼盒装 咱们收过来这个全部都是 虚美剃刀R22 潮玩家 礼盒装 这个盒子上也有写啊 然后里面这个配件什么的都是齐全的 首先是有八张这个贴纸 这是潮品必备的这种贴纸 然后还有这个充电线 Type-C接口 包括一本这个简单的使用说明书 这个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还有这种翻毛皮的 这个便携收纳包 这个包的话材质非常好啊 就是跟咱们车内的那种 比较高级的汽车内饰 那种翻毛皮的那种材质一样 很好 手感也是非常好 然后这个TG刀拿在手里面 还是比较有分量的 因为它是全金属机身 而且是无缝工艺 整个TG刀机身呢 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连接缝隙的 一体成型 锁工是非常好 是这种烤漆的这种工艺 拿在手里面手感也是非常好 长按按键三秒的话是智能锁止 就是咱们旅行的话防止误碰是吧 然后塞长按的话就是解锁 这个非常方便 非常简单 解锁以后按一下 就是开始工作 这个声音非常小啊 超级静音 咱们实拍视频 大家听一下声音很小 而且这个刀头的话是磁锡的 方便清理 方便拿下来 马达的话是两个比较高端的全金属马达 8500转每分钟 然后这个动力是比较强劲的 而且这个声音是非常小 全金属的这种马达 加上这个磁锡的金属刀头 所以说这个T虚的这个体验是非常好 质量大家不用担心 非常耐用 也是非常结实的 然后这边是这个橙色的 同样的也是带这个翻包皮的收纳包 包括一些配件 然后大家看一下更喜欢哪个颜色 我把袋子拿出来 看一下这个橙色 橙色是一点镜面的这个效果 就是更亮 显得是更加高端一点 我个人感觉反正是每个颜色都比较好看 只不过这个橙色的是比较沾指纹 因为它是这种镜面的效果 大家能看到吧 咱们实败视频是吧 就跟镜子一样 所以说多多少少会沾一些指纹的 然后长按的话是解锁 这个使用方法刚才咱们已经说了 解锁以后 短按就是开启工作 这边是有一个指示灯 就是非常精致 一看的话做工品质是非常高的 一体化机身 IPX7级防水 这个可以干湿两用 它这个T区端没有任何的接缝 然后也是跑车的三次烤漆工艺 看一下这个马达 咱们实拍视频 大家可能看不出来 这个转速是非常快的 所以说这个T区的速度也是非常快 这个撕吸刀头也是非常有质感 看了一下官方介绍 这个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充满电 然后充满电的话 每天用用两三分钟 就可以用两三个月不用充电 续航时间也是非常久的 体积非常小 就是适合咱们外出旅行 或者出差带着 这个不占地方 而且是全金属的这种机身 非常有质感 这个只有大家见到实物以后才能知道 咱们一百多 我查一下官方是两百多 所以说半价都不到 还是非常简陆的 好本期的视频大概就是这样 拜拜 咱们下期见